大家好 我是Will 欢迎来到X调查 今天给大家讲一起发生在印度的离奇案件 一位女子在家中遇害 她的父母就在隔壁卧室熟睡 事发后 家中的男佣不知去向 女子的父母认为这必然是那位男佣所为 随着警方的调查 他们找到了那位男佣 然而事情似乎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这起案件错综复杂十分离奇 接下来就为您讲述这个故事 故事发生的地点位于印度的北方邦 北方邦是印度人口最多的邦 在北方邦的西部有一座城市叫做诺伊达 该市位于首都德里东南方向25公里处 诺伊达拥有50%的绿化覆盖率 是印度所有城市中最高的 它也被认为是印度最环保的城市之一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阿鲁什塔尔瓦 她出生于1994年5月 这年13岁 阿鲁什性格开朗 是一位聪明伶俐的女孩 她正就读于德里公立学校 该校有近5000名学生 是当地最好的学校 阿鲁什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家庭 父亲拉杰石是当地一家医院牙克的负责人 母亲努普尔也是一名牙医 除了本职工作外 夫妻两人还在当地与朋友合伙开了一家牙克诊所 为了方便照顾家庭 两人雇佣了一名男佣 他名叫赫姆拉吉班贾德 这年45岁来自尼泊尔 他的妻子因手机无法工作 18岁的儿子也有残疾 家中经济仅由他一人之称 平时他就住在主人家 阿鲁什一家住在诺伊达某个富人社区的公寓里 公寓是一栋三层楼的建筑 阿鲁什一家住在二楼 这张是二楼的示意图 家里是三十一厅的格局 这里是大门的位置 想要从这里进入到客厅 通常需要经过三扇门 第一扇门是最外面的铁门 无论从内部还是外部 都可以打开这扇门 第二扇是带有网格的铁门 这扇门一般是用插销上锁的 只能从外面一侧打开 第三扇是普通的木门 外面无法看见屋内的情况 但从大门外是可以看到 第二扇网格铁门 以及第三扇木门的 靠近大门的卧室 是南庸赫姆拉吉的卧室 想要进入 首先要打开最外面的一扇铁门 然后就可以通过卧室的门 直接进入 值得注意的是 在南庸赫姆拉吉的卧室里 还有另外一扇门 可以直接通往客厅 13岁的阿鲁什的卧室 在这个位置 卧室房门靠近客厅走廊 阿鲁什父母的卧室在最里面 两间卧室的房门离得并不远 我们回到大门外 如果从这个方向继续往里走 然后沿着楼梯往上 就能到达三楼露台 这里有一扇铁门 平时铁门是上锁的 只有阿鲁什的父亲拉杰什 和南庸赫姆拉吉有钥匙 很长时间里 阿鲁什一家 在这座公寓里平静地生活着 然后就在一个夏季的夜晚 公寓里发生了一起 震惊印度的离奇案件 警方能否根据线索找出真凶呢 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推回到 2008年的5月16日 2008年的5月16日 这天是个星期五 早晨6点 天刚门门亮 有位名叫巴拉蒂的女终点工 来到了阿鲁什家门口 他是负责了阿鲁什家 做居家清洁工作的 现在正式约定好了时间 巴拉蒂按了一下门铃 通常这个时候 男佣赫姆拉吉会来给他开门 可这天他等了好久 都没人来开门 接着他又按了一下门铃 这次还是没人来开门 由于坐完这家后 他还要赶去下一家做终点工 但现在迟迟没有人开门 这让巴拉蒂有些着急 他尝试着推了推第一扇铁门 但门无法被推开 接着巴拉蒂第三次按响了门铃 这次门里有动静了 他透过两扇铁门 看到第三扇木门打开了 里面出来的人 正是阿鲁什的母亲努普尔 努普尔来到了第二扇铁门前 他通过门上的网格 看见大门外站着的终点工巴拉蒂 但努普尔表示 第二道铁门被锁住了 无法从里面打开 钥匙在南庸赫姆拉基那里 但他好像现在不在卧室里 可能去拿牛奶了 应该等一下就会回来 终点工巴拉蒂表示 他时间紧迫 不想等南庸赫姆拉基回来了 因此希望努普尔 可以将钥匙 从二楼的窗户扔到楼下 然后他就可以从外面 打开锁着的门了 努普尔答应了 扔完钥匙后 努普尔随即拨打了 南庸赫姆拉基的手机 奇怪的是手机接通后 被立即挂断 努普尔再次拨打了过去 这次提示对方已关机 这时阿鲁什的父亲 拉结石被吵醒了 他来到了客厅 发现桌子上 有个空的威士忌酒瓶 这让他感到有些奇怪 因为家里没有人喝酒 接着他与妻子 想看看女儿阿鲁什在不在 阿鲁什卧室的房门上 有一个自动锁 通常情况下 无法从外面打开 除非自动锁从里面关闭 才可以从外面直接打开 夫妻两人 试着转动了一下门把手 发现门没有上锁 接着他们推开了门 顿时 眼前的场景 令他们惊恐万分 阿鲁什躺在床上 已无声明体证 夫妻两人强忍着悲痛情绪 关上房门回到了客厅里 一时不知所措 与此同时 终点工巴拉蒂 在剪完钥匙后 回到了门口 他想用钥匙 打开第一扇铁门 但这时他发现 铁门并没有上锁 接着他来到了第二扇 网格铁门前 这扇门只是拴上了插销 也没有被锁住 接着巴拉蒂 打开第三扇木门 进入客厅 直接拉结石和努普尔 正坐在客厅里哭泣 努普尔是一终点工巴拉蒂 去阿鲁什的卧室里看看 巴拉蒂照做了 接着努普尔告诉巴拉蒂 一定是拿用赫姆拉吉 将阿鲁什杀害 然后逃走了 巴拉蒂跑出屋外 将此事告诉了隔壁邻居 邻居们听闻后 拨打了报警电话 早晨6点50分 警方切到报警后 很快抵达了现场 警方进入时 发现阿鲁什家 已经聚集了二十几个人 其中客厅里有15个人 拉结石和努普尔的卧室里 有6人 这些人大多是隔壁邻居 不仅如此 阿鲁什的卧室 也有各种人进出 现场几乎被破坏 阿鲁什身穿蓝色长裤 上衣躺在床上 下身被块毯子盖住 脖子上有一道刀伤 左眼上方的前额处有盾伤 卧室地上和床上 有一些飞尖的血迹 但阿鲁什的床上的书籍 书包红色的枕头上 却没有沾上一丝血迹 卧室里有一台数码相机 里面有5张照片 都是阿鲁什与家人的合照 但经技术人员检测 这台相机拍摄了 至少23张照片 其中18张被删除了 并且无法恢复 不能确定是否与此案有关 在现场提取到了26枚指纹 由于现场被破坏 有24枚指纹无法识别 其余两枚也无法确定是否属于凶手 阿鲁什的手机也没有在卧室中被找到 卧室房门的钥匙在客厅里被发现 法医报告显示 阿鲁什遭盾气击打后两分钟的死亡 脖子上的刀伤是预害后造成的 根据伤口形状来判断 是一种U型或V型的坚硬物体 刀伤是由尼泊尔刀或手术刀造成的 推测死亡时间为5月12点至凌晨1点之间 阿鲁什未遭到侵犯 警方推测凶手在作案后清理了现场 书籍和枕头等物品是后来才被放到床上的 并且凶手带走了阿鲁什的手机 警方对阿鲁什的家人进行了询问 阿鲁什的父亲拉杰什表示 他家的男佣赫姆拉基不知去向 并且手机已经关机 拉杰什认为客厅的威士忌酒瓶 是男佣赫姆拉基喝的 一定是他在半夜闯入阿鲁什的卧室 并企图侵犯他 在阿鲁什反抗时 男佣赫姆拉基用盾气砸死了他 拉杰什坚定的认为 这就是男佣赫姆拉基干的 他跟警方开出25000卢比的悬赏金 要求缉拿男佣赫姆拉基归案 现场的一位邻居向警方表示 他在通往三楼露台的楼梯和门锁上 发现了一些可疑的痕迹 一名警员来到了露台门前 门被锁着 他希望拉杰什能够提供钥匙 拉杰什表示钥匙在自己的卧室里要去拿一下 但他回去之后就没有出来了 有人表示阿鲁什被法医带走后 他们试图将他的床垫扔到露台上 痕迹可能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 这名警员看了一眼 认为通往露台的门锁上的痕迹是铁锈 因此这天 警方并没有打开通往露台的门 他们目前要做的 是全力进拿嫌疑人男佣赫姆拉基 为此警方开出2万卢比的悬赏 希望知情人士提供线索 下午1点 法医检查完毕 阿鲁什被警方送回了家中 由于天气炎热 家人们在得到警方不需要再次进行检查的确认后 阿鲁什于当天下午4点被火化 第二天上午 一位邻居来到了阿鲁什家拜访 此人是一位退休的警员 在男佣赫姆拉基的卧室里 他发现了三个空杯子和三瓶饮料 饮料瓶分别是 翠鸟啤酒 雪碧和威士忌 男佣赫姆拉基的床上好像有人坐过 除此之外 退休警员还在厕所里 发现不止一人使用过的痕迹 看起来案发当晚 卧室里有很多人 退休警员在通往三楼露台的楼梯上发现了血迹 他认为门锁上的不是铁锈 而是血迹 于是他找来了一名锁匠 打开了露台的门 此时眼前再次出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 直接露台上一名男子躺在地上 身上盖着席子 头上被盾气击打 已无生命体征 此时屋主拉基石被叫到了三楼露台 但拉基石说不认识这个人 没多久 大批警员再次赶了过来 在其他人的帮助下 警方确认 此人就是男佣赫姆拉基 警方在露台的墙上发现了一个血手印 血迹属于男佣赫姆拉基 在露台的地上有一个血印 该血印不属于男佣赫姆拉基 很可能是凶手留下的 现场没有找到男佣赫姆拉基的手机 法医检验结果显示 男佣赫姆拉基的后脑勺上有盾伤 脖子上有一处刀伤 造成男佣赫姆拉基和阿鲁士伤口的凶器 应该是同一种 两人的死亡时间一致 由于存在拖拽痕迹 警方推测此处并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有可能是后来被拉到露台的 但除了露台上发现男佣赫姆拉基的血迹外 屋子里并没有找到 因此男佣赫姆拉基 也有可能就是在露台上遇害的 在客厅发现了空的威士忌酒瓶上 检测到了阿鲁士和男佣赫姆拉基的血迹 但酒瓶上没有指纹 也没有其他人的DNA 男佣赫姆拉基握持的三瓶饮料 其中的催鸟啤酒上发现了他自己的DNA 但他平时是不喝酒的 阿鲁士家没有强行闯入的痕迹 因此凶手是如何进入的 成为了警方的疑问 当晚社区值班保安 也没有看见可疑的人从公寓里出来 阿鲁士一家共有两串钥匙 一串由男佣赫姆拉基保管 另一串由父亲拉基石保管 男佣赫姆拉基保管的钥匙串 除了打不开阿鲁士卧室的房门 其他门都可以打开 他的钥匙串通常被放在客厅的桌子上 但警方没有找到 钥匙串下落不明 而拉基石保管的钥匙串 就在他的卧室里 目前警方要做的 就是了解案发当晚 究竟发生了什么 时间回到案件发生的几个小时前 晚上九点半 拉基石的司机乌梅石 将拉基石送到了公寓楼下 随后拉基石独自上楼了 十分钟后 司机乌梅石将车停好后 来到了公寓二楼 他将车钥匙交给了南雍赫姆拉基 此时他看见阿鲁士和奴普尔 正在参座旁 拉基石则从自己的卧室里走了出来 除了阿鲁士的父母 司机乌梅石 是最后一位见过两位说话者的人 当天晚上四个人都在家 再过几天就是阿鲁士的生日了 父母给阿鲁士买的生日礼物 数码相机也在早晨的时候抵达 晚上十点 父母来到了阿鲁士的卧室 把相机送给了他 接着 三人用新的相机拍了几张合照 后来这台数码相机也被警方发现 记录显示 最后一张照片的拍摄时间 为晚上十点十分 晚上十一点 父亲拉基石突然需要上网查询一下资料 家中的路由器在阿鲁士的卧室 想要上网需要打开 于是母亲奴普尔拿着钥匙 打开了阿鲁士的房门 他看见女儿正在阅读书籍 我生活中的三个错误 在看起路由器后 母亲就返回了自己的卧室 接着拉基石就上网查阅资料 期间他还通过自己卧室的座机 接听了一通来自美国的电话 上网记录显示 他用电脑浏览了一些 关于股票和牙科的网页 还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 晚上十一点四十一分 电脑记录显示 此时在浏览某个网页 十二点零八分 家中无网络使用报告 推测电脑被关机 据阿鲁士的朋友所述 案发当晚十二点 他曾给阿鲁士的手机打过一个电话 但没有人接 之后 他给阿鲁士家中的座机打了一个电话 还是没有人接听 该座机就位于父母的卧室里 十二点半 他又给阿鲁士的手机发送了一条短信 但没有得到回应 警方了解到 路由器在凌晨三点四十三分被关闭 也就是阿鲁士遇害的约三个小时后 早上六点 路由器又被打开了 正常情况下 路由器在人为或断电时会关闭 案发当晚并没有发生停电的情况 但警方在调查的过程中 路由器也自动关闭或打开多次 技术人员认为 这可能是路由器的故障导致的 因此无法得知案发当晚 路由器是否被人为关闭 法医推测 阿鲁士和南庸赫姆拉吉的遇害时间 为五月十二点至凌晨一点 而公寓里没有强行闯入的痕迹 因此凶手一定有家中的钥匙 同时还必须具备作案动机 这个人会是谁呢 案件发生的三天后 警方找到了一名嫌疑人 此人名叫夏尔玛来自尼泊尔 他曾在阿鲁士家当了十年的男佣 夏尔玛有一个习惯 他们每年都会给自己放一个长假 在度假期间 雇主家的工作没人做 夏尔玛就会介绍亲戚来做短期临时工 八个月前 他推荐了男佣赫姆拉吉 来临时代替他工作一段时间 哪知道在夏尔玛度完长假回来后 阿鲁士家解雇了他 原因是他们更加喜欢男佣赫姆拉吉 警方怀疑夏尔玛因丢掉工作 而对男佣赫姆拉吉心生怨恨 于是他用自己以前偷偷配的钥匙 进入公寓 将男佣赫姆拉吉杀害 而无辜的阿鲁士 无意中看到了一切 所以遭受了无望之灾 警方很快找到了夏尔玛 并将其积压 但出乎意料的是 夏尔玛提供了自己的不在场证明 案发时他在尼泊尔并不在印度 由于没有找到与他有关的证据 夏尔玛被暂时派出了嫌疑 阿鲁士的卧室 与父母的卧室离得很近 卧室门上有自动锁 需要钥匙才可以从外面打开 阿鲁士的母亲努普尔表示 阿鲁士卧室的钥匙只有一把 平常都是放在夫妻俩的卧室里 此案发生后 警方在客厅里发现了这把钥匙 客厅桌子上发现了一个空的威士忌酒瓶 而这个酒瓶 是从客厅的一个酒柜里拿出来的 这个酒柜的位置很隐蔽 只有非常熟悉家中环境的人才知道 案件发生了五天后 警方再次对阿鲁士的父母拉杰士和努普尔进行了问讯 两人都表示 案发当晚没有听到声音 如果凶手在卧室里与阿鲁士产生的冲突 一定会发出些声音 至于防门钥匙 夫妻两人的说法并不一致 父亲拉杰士说 案发当晚他回到自己的卧室后 忘记关卧室门了 因此凶手可能趁他们熟悉的时候 从卧室里偷走了钥匙 母亲努普尔却表示 当晚他去阿鲁士卧室打开路由器时 就是用钥匙打开房门的 他可能忘记拔钥匙了 所以那团钥匙就留在了阿鲁士卧室的房门上 阿鲁士愈害后 他的父母并没有立即报警 当天的报警电话是邻居打的 对此拉杰士表示 家中电话正好坏了 所以才让正好赶来的中年工巴拉蒂 去找邻居报警 但他并没有解释 为什么不用自己的手机报警 据查 在案发几个小时前的晚上9点50分 父亲拉杰士打电话给商家 询问相机的使用问题 晚上10点04分 他接到了一位病人打来的电话 10点06分 他打电话给同事安排明天牙科的工作 10点15分 他接到了自己诊所员工的电话 晚上10点54分至11点01分 他给一所种植牙医学院打了电话 第二天早晨6点19分 他接到了一通电话 母亲努普奥的手机 在5月15日晚上7点40分 到5月18日下午1点处于关机状态 而此前的两个月时间里 努普奥的手机没有关机过 这点十分奇怪 当天夫妻俩都没有拨打报警电话 警方开始对这对夫妻产生了怀疑 他们想起一位警员在案发当天 曾让拉杰什提供三楼露台的钥匙 但他回到卧室后就没有出来了 以至于警方晚了一天 才发现露台的南庸赫姆拉吉 另外在发现南庸赫姆拉吉后 警方让拉杰什前来辨认 但他却说不认识那个人 再有阿鲁士遇害当天就被家人火化 警方有理由怀疑 拉杰什有意误导调查 如果凶手是拉杰什和努普尔 那么一切都解释得通了 不过警方暂时没有找出他们的动机 案发七天后 警方获得了一条新线索 拉杰什有一段婚外情 南庸赫姆拉吉知道这件事 因此警方推测 南庸赫姆拉吉在知道这个秘密后 以此要挟拉杰什想要得到好处 拉杰什将他骗到了三楼露台后行凶 女儿阿鲁士无意中看见了此场景 想要逃跑 无奈之下 拉杰什将他击倒在地 但没有想到用力过门 失了手 妻妇普尔为了包庇丈夫 两人一起清理了现场 不过这些只是凭空猜测 没有任何证据 作案工具也没有被找到 拉杰什本人否认有婚外情 他任务警方在污蔑他 并要求将此案移交给 印度中央调查局调查 印度中央调查局 简称CBI 他们以调查经济犯罪 和特殊犯罪而著称 案发半个月后 由于一直没有进展 此案被移交给了CBI调查 随后他们有了一些新发现 案发时正值夏季 当晚夫妻两人的卧室 开了空调 声音有些潮 法医报告显示 阿鲁士的咽喉部有感染 因此可能无法喊出声音 法医认为他在遭遇 顿器击打后 会立即失去知觉 无法发出呼救 为此CBI调查局的专家 来到现场进行了模拟实验 该小组重现了空调的噪音 他们得出结论 夫妻两人可能听不到 卧室外的声音 当晚送拉杰什回家的司机 乌梅士表示 拉杰什穿着红色的T恤和五分裤 中检工巴拉蒂表示 第二天早晨 他看见拉杰什也穿同样一身衣服 实验室对衣服进行的检验 上面只存在阿鲁士的血迹 这可能是后来他发现 女儿出世时沾上的 夫妻两人声称 他们一家受过良好教育 不会为了家族名誉 去做违法的事情 在印度存在种姓制度 这一制度将人分为了四个等级 分别为 婆罗门 差地利 废舍以及首托罗 其中婆罗门最高 首托罗最低 不同种姓之间是禁止通婚的 极少数例外的情况 是低种姓的女人被高种姓看中 并且还要给出昂贵的嫁妆 才可能有一点点改变命运的机会 如果有人违反这一规定 比如高种姓的女人 想嫁给低种姓的男人 他们的家人 可能会做出不可理喻的事 因此警方怀疑 夫妻两人可能知道了 女儿与低种姓的人交往 为了家族脸面 而做出这样的事 去调查 在露台上发现的鞋印 被认为是凶手的 但拉杰什的尺码稍小 两者并不匹配 拉杰什和努普尔还接受了测谎 但两人都顺利通过 CPI调查人员获得了一条新线索 拉杰什有混外情 提供该血组的人名叫克里希娜 他是拉杰什雅克诊所的助理 案发几天前 克里希娜因做错了一个模具 而被拉杰什训斥了一顿 司机乌美什表示 克里希娜在遭到训斥后 恼羞成怒 他在车里大把拉杰什并扬言报复 案发当天 阿罗斯的母亲 曾给南庸赫姆拉吉的手机 打了两通电话 电话在响了两秒后被关机 南庸赫姆拉吉的手机也没有被找到 基站记录显示 他的手机最后一次发出信号的位置 就在阿罗斯加附近 而这位提供线索的诊所助理克里希娜 就住在附近不远处 此案会不会与他有关呢 案发22天后 克里希娜被带走 调查人员在其住所内 找到了一条带有血迹的裤子 和一把尼泊尔刀 克里希娜被安排进行了测谎 但结果未能通过 测谎过程中 克里希娜还谈到了他的一位朋友拉库马 他也是一名男佣 调查人员在拉库马的住所内 也找到了一条带有血迹的裤子 然后他也被安排了测谎 没想到拉库马在策谎中 承认此案就是他所为 但测谎结束后 他又予以了否认 案发一个月后 调查人员通过两人的供述 又找到了一位名叫韦杰的男佣 他住在阿罗斯加不远 根据已知信息 调查人员得出一种推测 男佣赫姆拉吉 证所助理克里希娜 男佣拉库马 以及男佣维杰 这四人是互相认识的 案发当晚 男佣赫姆拉吉 邀请三人来自己卧室做客 克里希娜因几天前 被拉吉时训斥了一顿 怀恨在心 于是他就带着拉库马和维杰 偷偷潜入了阿罗斯的卧室 意图实施侵犯 以此来报复他的父亲 之后他们遭遇了阿罗斯的反抗 克里希娜拿出自己的尼泊尔刀 将其杀害 男佣赫姆拉吉 发现这一幕后 已来不及制止 三人一不做二不休 将男佣赫姆拉吉打晕 并拖到露台上杀害 调查人员 对诊所助理克里希娜 男佣拉库马 以及男佣维杰三人 在案发当晚的行踪 进行了调查 克里希娜和维杰 提供了不在场证明 但拉库马的不在场证明 是不充分的 拉库马的雇主表示 当晚他和拉库马 去了一趟火车站 两人在11点半回家 然后吃了一点宵夜 拉库马卧室还有另一扇门 可以通往屋外 他也有打开防门的钥匙 因此可以随时出去 法医推测两位被害人的遇害时间 是5月12点至1点 理论上 拉库马可以在12点半回房后 立刻出发前往阿鲁士加 从他家所在的位置 骑单车到阿鲁士加需要20分钟 但拉库马所在的社区 晚上有保安巡逻 当时人员并没有看见有人进出 不过由于这个社区很大 有好几个出入口 因此不能排除拉库马 偷偷溜出去的可能 经实验室检验 克里希娜家中的尼布尔刀上 并没有人类DNA 裤子上的血迹也不属于被害人 三人指纹与阿鲁士加发现的指纹不匹配 案发4个月后 由于没有更多证据支持 三人被释放 凶手依然未知 案发一年后 调查人员突然侦测到 阿鲁士的手机被人使用 他们立即锁定了该地 结果在当地的一个黑市里 找到了那部手机 顺着这条线索 调查人员找到了一位名叫 库苏姆的女佣 她表示这部手机 是她在一条小路上捡到的 捡到的时间 是在阿鲁士案发生的几天后 后来她把手机给了家人使用 但似乎他们并没有使用 而是流通到了黑市上 遗憾的是 技术人员未能从手机上 还原任何历史数据 阿鲁士与人无怨无仇 凶手为何要加害于他 这是调查人员 一直没有想明白的问题 CBI调查人员将 阿鲁士身上最初提取到的样本 送往了实验室进行重新检验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检验报告与最初警方的报告有出入 实验室在样本中 发现了其他人的DNA 最初报告显示 阿鲁士未受到侵犯 但最新的报告将这个结果推翻 CBI调查人员发现 当初负责检测样本的人 名叫理查 此人与阿鲁士的母亲 努普尔竟然认识 虽然努普尔是被害人的母亲 但她也是嫌疑人之一 对此理查表示 当初自己检验样本的时候 根本不知道这是阿鲁士的样本 她也没有对样本进行过篡改 大查人员对她进行了测谎 结果通过了 接着他们又搜查了理查的实验室 并找到了一些装有样本的载波片 经检测 这些载波片上的DNA样本 与阿鲁士样本中发现的DNA不匹配 经过调查 样本并没有被妥善保存 有可能已经受到了污染 这一发现 是最初报告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存疑 阿鲁士是否遭到了侵犯 成为一个谜 阿鲁士和男佣赫姆拉吉 头上的伤口呈三角形 推测来自一种U型或V型的坚硬物 家查人员怀疑过 造成这种伤口的东西 可能是高尔夫球杆 阿鲁士的父亲拉吉时不打高尔夫 但几年前有一位邻居 曾送给他一套高尔夫球杆 这套球杆 其中的五号木杆的大小 和造成两个头上的伤口一致 但球杆上没有检测到DNA 不过五号木杆和四号铁杆上有明显的清洁痕迹 据拉吉时所说 这两根球杆开始放在车里 案发之前车被送去维修过一次 之后那两根球杆就被放在南庸赫姆拉吉的卧室里 此案发生后不久 调查人员就对南庸赫姆拉吉的卧室进行了拍照 照片中只有一根球杆 另一根球杆不知去向 案发两年后 CBI给法庭提交了一份结案报告 报告结论是 拉吉时是此案的唯一协议人 随后他们立刻对拉吉时和努普尔提起了诉讼 案发五年后 此案正式开庭审理 法庭上警方的证人终点工巴拉蒂表示 当天早上他来到阿罗斯门口后 努普尔告诉他中间的铁门被锁住了 无法打开 当时他有些着急 所以推了推第一扇铁门 但门没有推开 当他拿到钥匙回来后 发现第一扇铁门没有被锁住 第二扇铁门也只是插了插销 并没有上锁 这也表明 很可能是有人在巴拉蒂离开后 通过南庸赫姆拉基的卧室 来到第一道铁门前打开了门 然后再将第二扇铁门打开 或者有人从门外进入屋内 而屋子里只有拉吉时和努普尔 不过巴拉蒂表示 他当时只推了一下第一扇门 并不能确定门真的被锁住了 检方还表示 阿罗当天屋子里聚集了很多人 那些人表示 当天拉吉时看起来似乎并没有这么伤心 反而有一些紧张 另外 拉吉时急于将阿鲁石火化的行为 并认为是想要销回证据 屋子里并没有闯入的痕迹 另外 当初检测样本的人与努普尔相识 当初的检测报告不可信 样本现在也被污染 因此不能排除阿鲁石曾遭到侵犯 检方推测 案发当晚 拉吉时在自己的卧室中 听见外面有声响 他来到了南庸赫姆拉基的卧室 发现里面没有人 这时阿鲁石的卧室里传出一些声音 他睡着手拿了一根高尔夫球杆 走到了阿鲁石卧室 打开门后 他看见自己女儿与南庸赫姆拉基 正在发生不正当关系 一气之下 他拿球杆击中了南庸赫姆拉基的头 当拉吉时再次想要击打赫姆拉基时 南庸赫姆拉基躲开了 他打中了自己的女儿阿鲁石 此时努普尔也被声音吸引了过来 他来到了卧室里 看见阿鲁石和南庸赫姆拉基 被球杆击倒在地上 愤怒的拉吉时为了确保两人已身亡 拉吉时又在两人的脖子上补了一刀 接着拉吉时和努普尔将南庸赫姆拉基 拉到了三楼露台 然而回到阿鲁石的卧室处理现场 他们有充分的作案时间 在此之后 拉吉时来到了客厅 打开了一瓶威士忌酒喝了下去 这也解释了客厅中 为什么有一瓶空的威士忌 此案经过长达六个月的审理后 有了结果 法员宣判 被告拉吉时塔尔瓦 努普尔塔尔瓦谋杀罪名成立 判处无期徒刑 宣判结束后 两人不服提出上诉 2014年1月 二审在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进行 这次法院声称 CBI的推论为不可能的假设 最主要的是 CBI无法给出直接证据 一审定罪的依据 靠的都是假设 这显然是不够的 此案经过三年漫长的审理有了结果 二审法院做出了宣判 被告拉吉时塔尔瓦 努普尔塔尔瓦谋杀罪名不成立 其极为复杂的案件 由于篇幅的关系 一些细节并没有详尽讲解 这起案件在印度社会 也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有人认为 本案的凶手可能另有其人 如果那样的话 那么他们家 俨然成为了一件密室 凶手是如何进入的 又如何出去的 成为了一个谜团 拉吉时的家人 还设立了一个网站 上面列举了26条证据 来证明拉吉时是清白的 至今CBI调查组 仍然没有排除拉吉时的嫌疑 一旦找到证据 他们会再次提起上诉 凶手究竟是谁 期待真相大白的那一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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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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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